大韓 絕對不可以一個人吃 你這麼大啊? 你這麼大啊? 哇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尼 歡迎收看我們的 香港的頻道 為什麼我們今天兩個這樣激動又這樣開 因為我們訂了兩個月的包裹終於到了來 這個的名字叫我們玩家嗎? 大韓 泡麵 啊,真的這個今天我們要吃完啊 今天一盒就有幾卡路里啊,給大家看一下 對,這個東西呢有4184卡路里 太高了啦 所以如果你們有看我們之前的那個影片的話呢 我們其實有吃過一個2000卡路里的 所以這個算是最大的Version的那個 是的,我們已經找到最大的泡麵來吃了 它好像是有4種版本的 上次我們吃的是第三大的 有一種是原版的 就是只有像我們每次吃的那種葡萄泡麵的 但是今天的這個呢 終極啦 可以講是泡麵中的霸王 OK,這個是史上最大的泡麵了啦 到底我們今天要花幾個小時才能把這個東西吃完呢? 對,今天我們就是要挑戰的 靠我們多久的時間可以吃完這個泡麵 我們是跟大家update一下時間 所以現在的時間是2點02分 不要懷疑我們剛睡醒 我們剛睡醒 剛才我們前面喊得這樣high呢 是因為終於有東西可以做了 就是吃泡麵 他這邊寫著日本是我也會讀的 絕對不可以一個人吃 所以我們跟著他的分布我們兩個人吃 今天我們不管是用任何方法都好 我們在幾個小時內可以吃完這個泡麵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開箱看看一下 這個泡麵裡面有什麼 這樣大 哇這個有重量耶 OK,給大家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來,我開好了 OK 吃飯啦 他破了是不是他的包裝 為什麼他... 他的... 他是有東西是這樣的 他的沾流出來是嗎 還是他故意 裡面泡滷麵 為什麼這樣 有一個味道喔 太香氣鹹了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裡面齁 他的麵就是已經沾上他黑色這樣子了 所以我們發現了 就是這包東西 他可能是寄來的運輸過程中破掉了 而且他麵也是有一點... 脆脆喔 可是我算了一下 他裡面就是有四片醬厚的泡麵 所以我觉得它等于我们普通的两包泡面 所以这边算到来应该是 里面最少有八包泡面 所以我们先整理一下先 就是它是菜包 黑银啦黑银啦黑银啦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一包黑色架构啊 幸好啊这就是它原本该有的料包 给你们看 所以它里面就是有这种味精啊 这种算是味精吧 跟一些胡椒粉的调味料吧 所以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煮我们的泡面 这个菜包虽然是很不想放的啦 但是不可以 很想给人知道它原本是什么味道 OK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等泡面熟啦 我发现它还有一个贴心的地方 就是跟上次试的就是 它这边有一个脚哦 是给我们倒热水的 所以我们就等待它面煮熟了 我们再开给大家看啦 OK 是不是很聪明 我们先倒掉水先 OK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还蛮贴心的 它就是会做边边这个洞给你 啊 真的可以倒耶 热水啦 热水啊 好重啊 这个东西到底有多重 有点.....太有..太... 噁心啊 我给你们看 OK 太可怕了 放了包 打吧 下午黑包 黑包 黑包 这样打盘什么啦 这样打盘面怎么放 这样两个小包 两包 这个很多诶 其实我们上次吃过它的两千卡啦 我觉得味道好像有点淡 这个真的太夸张了 我们今天就是会花各种的方法吃完啦 我们先试试看看那口原味的先啦 它整体偏甜的 它有点淡哦 淡哦 应该不关那个料包的事情 上次吃也是大概这个味道 对了对了 跟你们讲马来西亚泡面好吃多 吃一口就咸了 这个味道像单一 2点41分 我们试试看 能不能在今晚的2点41分前结束 那就是12个小时 如果不能的话 就要在明天的2点41分 24小时 夹料 然后我们夹料 好了 我们先试试看原味 什么方法都可以 只要试试完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就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第一轮冲刺 就是 就吃一下你就会习惯它的味道了 一开整进一口 你会 有落差感 就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味道不一样 然后它的口感 不懂是足的关系还是怎样 它就是偏软一点 但是它不到辣 可是上次在东京也是这样 它面也是这样 它不会像那种韩国面 很硬 不是很硬啊 很有嚼劲 所以来试试一下它的菜包里面的菜 其实混合过后 你根本吃不到它的菜啦 它的味道就跟面其实差不多了 不一样啦 幸好也不会是到任何有坏的菜的 菜的脆脆口感 正常人不会买啦 我觉得就是YouTuber才会买这种东西来 试试吧 也不会到便宜到哪里去啊 所以平民也不可能会买 想到这里来 所以这盒的东西呢 我们是在淘宝买的 我们买的是89块36令吉 一个泡面89块我觉得算贵的啦 因为8包泡面 你训它可能一包10块这样的 而且里面是没有料的 而且里面是没有料的 而且还没有算运费哦 运费就是30块 所以这盒的东西呢 它的花费是119令吉36Cent 有点小哦 闷闷了耶 味道 有些大胃王 可能在1个钟还是2个钟 那一刻你吃完了 这一集给Rain看到完蛋 我们的教练会杀掉我们 所以我们就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啦 诶 我是在试试大口试试小虎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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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看看一下 我们第一轮的进度 我们好像没有扫到这样的 根本就 没有扫到的感觉 Oh my god 我们明明是吃了很多啊 我吃多一口啊 一口了 能帮助到什么 一口啊 这样没有帮助 可是它就是靠一口一口 可以扫慢慢玩的 所以这边说明有一个人生大道理 都是要一步一脚硬洗手 蛤 帮我诶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不整齐啊 休客气 等一下 所以现在是下午的4点了啦 我们就是拖了一段时间 然后我觉得是时候要有进展 然后阿滴一直躲在他的房间呢 打电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必不得已啊 我要先挖一堆面给他吃先 不然的话他应该是一直丢着我一个人吃啦 真的是以为我是面筒 我觉得我就先挖这样的一个分量给他啦 但是其实你看根本是没有少的 没话不多说 直接拿给他 Smile 你不要以为你是夹彩在那边打给你 你不用吃 你不要打起来 看到谁 不要 哇老妹 剪到那边 至少要在一点前解决完这个东西 我现在就去努力 可是你也要努力一点给我看到 这个我放在这边监视你 你给我吃 对阿滴现在在努力吃呢 我也不可以啦 多啦 我就先挖给自己一小口先 可是我觉得他味道有一点单啦 拿了一个酱油 让他加加一点味道 我也不懂好不好吃啊 这个只是一个实验 实验 影响不大啦 影响不大 还是一样 蛋 我要去拿饮料喝 好 我觉得 饮料很重要 我刚刚就是喝了一口饮料呢 哇 整个人就有清醒的感觉 我觉得这种他的面的这个味道呢 是会让人家腻的那种感觉 这样担掉真的是太痛苦了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他的面呢 你看其实基本上已经不太咬得起了 你看他送来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有积压过吧 他的面就是碎到碗 所以剩的都是很多碎碎的面 碎到他的越几步就开始越多菜了 所以现在是晚餐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吃的 你看进展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啦 现在已经放到很冷了 我们晚上就是配一些黑料 有很多蛋啊 拿来翻热一下 所以我们等下就继续吃这个 我们现在算是要给这个套面 付与新的生意 那个面我们已经吃到时间了 所以要靠自己的 创作力 要不创什么 创意力啊 先翻炒一下我们的蛋蛋 我还以为你要先煮HONDOG耶 什么下键都可以 来人家 我要HONDOG HONDOG才脆吗 我已经脆了 我将去脆皮 差不多我就下入我们的鸡蛋 鸡蛋要这样撒就下了 真的吗 有什么分别 没有分别 哈哈哈哈哈哈 知道了 所以现在不可以等到它完全熟了才下面了 OK啦下完啦 下完啦 我等一下我要怎样翻炒 我已经不知道了 它都去了啦 你随便翻都可以了 现在就是在翻炒当中 是不是你要用一个这样小的 鸟汤匙 如果太大了会直接碰出来 哦 没有人用鸟汤匙刷锅了 有啦 现在有点酱油啦 没有汗 味道很淡 太淡衣了 我觉得一试滴滴滴就好了 好了 可以出锅哦 你看看吗 哇 哇 哇 不养我封为了 登登 所以现在来到我们的晚餐时间 我觉得这样炒过 真的是有帮它提香一点 完全就是重新有了 那个食欲 现在已经不是用筷子了 因为它是碎碎的面 对筷子已经是拉不起了 我们直接用汤匙来吃 像饭这样 加蛋跟火锅 再加一些酱油来炒 是对的选择 我越吃下面 我越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的 不是你的下面 是因为它越来越多菜 不错嘛 它口感 好了哦 如果下次我买的话 我会炒锅 应该不会再买了啦 除非它再煮一根疙瘩了 那你就不能接受牌哦 就这一下好像可以玩哦 差不多了哦 所以它是有少到的 是去面比较容易吃的关系是吗 剩这样的冰山一角 大家原来 但是肚子真的 不能太春了 我觉得好像我要换是新吃法 我觉得这样换一下 还是蛮有新鲜感的 休息先啊 我去冲个凉 还是什么先 上个网先 我不要立刻吃 我不要这样逼自己 哈啰 各位 我没有回来了 今天晚上是 9点28分 终于要完成了 我们的冰山一角了 我们现在有胃口 应该是 sacally settle 掉好了 然后我来看到 就是有一种吃法 就是把 配奶汁 领在面子上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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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什么都没有看到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搅拌它 搅 搅 有 有点恐怖哦 恐怖哦 可以搅的 不难吃哦 好了好了 还蛮搭的 还蛮配这个面的味道 没有问题 搅拌一下 我们就解决完了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 来试 还有last一口 太容易了这种挑战 我吃了它 吃了它 吃了它 完了 鱼鱼鱼 再次 9点33分 我们到底用了多久的时间试 我们总共花了 6个小时52分钟 来解决这个面 还OK哦 我倒一整天 这个 这样慢慢吃 慢慢吃 这样 又可以放一点料 放一点料来 肉给它不一样 我觉得还OK 我觉得还是要这样 给你们看多一下啦 讲一讲 这个面的味道呢 没有配料来讲它 味道其实还好 我们上次吃 也是味道有一点单 我觉得它的特色主要是在 大吧 一种好玩 有些人觉得好玩吗 可以找你的朋友一起来吃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吃这个味道 那的话你们可以跟你们朋友啊 那五六个人一起分享一盒 然后你们自己加料料料料料进去 这样吃就没有这样一样哦 可能还可以感受到那个欢乐 如果你要两三个人吃 你可以买它小的 哈哈哈哈 东西东西的那个 两千里的 像我们这种猛人 当然是小 是满足不了我们的啦 我们是要大的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个挑战的话呢 记得把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大家还记得打开小铃铛 所以我们就下一个挑战见 Bang Bang 日本不是,日本是什么 Onnichiwa 不懂啦 好,不是啦 Goodbye Goodbye Goodbye